呦 画很多题画啊 这种颜色的东西 还有我最喜欢的Dolaboo呢 这也还只有圆卡 今天要来干嘛呀 欢迎来到顾卡搭PK 每人可以任意选择桌面上的贴纸 并且将它们贴在透明圆卡上 最后谁顾的卡最受粉丝喜欢 就可以获得1000元红包奖励 赶紧开始吧 把题画贴在这张圆卡上 这是个什么奇怪的玩法呀 我最喜欢黄月顾的题画了 那我来顾一张黄月顾的卡 那我就来顾一张粉丝的卡好了 我最喜欢Dolaboo 那我顾一张蓝色的卡吧 我说知道的全部都是一些黄色系贴纸哦 这里不仅有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还有黄色系的小甜品和小兔子呢 黄色再搭配上这种绿色的钻石 会不会也很闪吗 只说小鹿我的 就在弹幕上扣播一吧 现在赶紧开始我们的沉浸式顾卡 撕开薄膜之后 这个板看起来也太透明了吧 竟然一点花痕都没有哎 我想你们要多过来 一天还会搞得一张 然后再做点 然后再做点 有一个秘密的钻石 我会ур发说 我们的那个纸墨 放入货币 然后再做点 然后再做点 包的 包的 你们有看清楚 我刚才放了多少个小女孩吗 我真的太喜欢自己做的故事了 看得我手里扬让了 那我来做粉色的啦 跟小乐一样 我也收集了超高的粉色人数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咱们纯净式开锅吧 精 Armor 冰流 冰流 卶金 李玻璃 冰還有冰流 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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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了半个多小时 小伙伴们 我的卡终于挂好了 是不是看起来粉粉的那个 还亮亮亮亮亮呢 小伙伴们 我做的怎么样 这下给你带我了吧 我可等了很久了 这位伴们 我得卡布好了 我怎么去那屋吃的怎么样 没想到你的味道也不错 爱你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终的小伙伴 小伙伴们 今天最喜欢谁播的台呢 请问我和和尚宝贵的一票吧 生多激荡你们知道吧 最早的来到你的 拜拜 就能拜拜 就会跟丢个台风的无可放 这个包生鸡蛋壳看起来好简单啊 但是也太难了吧 包生鸡蛋也能播可放 不太可能吧 那么今天就来挑战包生鸡蛋壳吧 你们可以自己任意选择工具 播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一万元现金奖励 赶紧开始吧 播成功就能获得一万块钱 还有真什么好事 那别说了 东京我都准备好了 生鸡蛋来了 这里已经破了一个了 今天我要用两种工具结合来破 我也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工具哦 这两个工具可是我金鸟戏卷 专门用来扣生鸡蛋了 今天的一万块钱 我可是势在必得了 要不要怕了 赶不赶紧开扣吧 在这盒鸡蛋里 我挑了一个特意小的蛋 面力小更好扣 咱先用这种两面都是小源头的工具 给它敲个小练缝 咱就从尖头这里开始敲啦 要敲得非常非常轻 为了整个二五之力 东西敲出了点小坑了 现在我要开始拨蛋壳咯 这可比想象中的难拨多了 最后一个不注意 都会把这层保护膜给弄破了 我要挑一个最大的鸡蛋来拨 贵贵从两头开始 那我就从中间开始好了 先来挂一挂 再用力戳进去 戳 哎呀 好像抖破了一点 车架可以开始来扣啦 怎么好像弱了一点啊 应该没事吧 不挑 有源头来试试看 好像还挺简单的嘛 轻松起下 我就扣出这么大一块了 咱们小心一点 继续来扣 小伙伴吧 我已经把扣鸡蛋的套路摸清楚了 其实啊非常简单 咱先来给它开个口 直接往柱子上敲一下就行 这不就裂了一条小缝了嘛 咱们轻轻给它拨出来 这怎么拨不动呀 是不是我这个风太小了呀 咱们再给它扣大一点 这回应该没事了吧 我好像不小心插进去了 小柯来看一看 不是吧 它已经被我挑破了 哎 我的已经被我撤破了 你也太猜了吧 要你这技术 它不如是煎鸡蛋吧 算了 那我还是就煎鸡蛋呢 现在就只剩我俩来进人了 我肯定比你扣得快 那可不一定了 没想到这扣鸡蛋的过程啊 正好减压呢 一块一块剥落下来 也太爽了吧 我的鸡蛋已经扣成不小一块了 我这个肩头的链子 有点难用啊 那我已经抽出来一个小坑了 那还是换一个更一点的头吧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鸡蛋 最薄的地方了 你扣一下都得小心啊 咱们再用这个小锤子 给它松松筋骨 只有把这皮肤给松开了 才好继续扣 感觉好像在给鸡蛋做手术呀 这个太惊醒了吧 我现在扣出的面积 它比你大多了 算是我扣的壳 比你扣得干净哦 什么能用到最后还说不定呢 我肯定要比你下大多的一块钱 那就赶紧扣吧 哇 这一块好大 我没给它撕下来 我已经成功了 这也太难扣了吧 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破了 你小心一点了 小伙伴们 我突然发现 用自己的指甲扣也挺好扣的 我们看轻轻松松就把这个 轻轻松松 扣起 蛋壳都 到了一个小口 我的话都还没讲完呢 咱们给它擦一擦 这个地方得小心点扣了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哇扣下来了 看这种特别不好扣的地方 咱们就得用镊子来一点一点 给它处理掉了 我的鸡蛋吹弹可破 都能看见里面都黄了 看这半个面都被我扣出来了 扣起来软呜呜的 我的鸡蛋 这头都被我扣出来了 我都不敢碰它呢 这块一碰就破了 用不了两个小时啊 我就能把它们全扣出来了 我只要有十分钟 现在我的鸡蛋 已经被我扣得差不多了 大部分壳都已经脱落了呢 就算下面的没有扣了 继续 小心一点 哎呀 我要出破了呀 成本还是完整的时候 咱们继续扣 啊 终于还是破了 我离一万块钱 就这样一点了 你也要去吃鸡蛋了 现在没有人跟我竞争了 那你也不一定能成功 小样 看我呢 这其他地方都扣的差不多了 就这一块感觉特别难扣 不行 今天我一定得给它扣出来 我扣 哇 居然真的有扣下来了 咱们继续往侧面扣 我撕开了 完了 八点天了 让我能弄出来了 你还好一个瞅瞧我的 小伙伴们 你们说这生鸡蛋蛋 到底能不能给全扣下来啊 有没有扣蛋成功的小伙伴呀 在评论区秀一下你们的成功啊 不过你看 我等6块钱买的水晶解压袋 重新解压 跟我玩一下 不给 小气 外套又怎么了 你把剩的撬我了钱 花给我再说吧 不给我玩就算了 我自己也会做啊 我等着 哼 首先准备一个废弃的矿泉水瓶 激开脑壳 逼上四速 加入清水 加你的食用油 带来一个质量超好的透明气球 细上绳子 把气球淘在瓶口 小心地解开绳子 然后把瓶子翻转过来 取下瓶子后 把它的气放掉 气景 一颗分层牛肉就完成了 捏起来超好玩哦 看我的分层夜级解压球 做好哦 看它分成上下两层 捏起来还有火山岩的效果 哇 看着好好玩哦 怎么样啊 是不是比你的要好玩 诶 你这样子吧 你把它给我 欠了钱就不用花哦 诶诶诶 看看你这边有诚意的风热 那就把这个小姐姐送给你吧 哇好好啊 不止这几个 我还送的超多呢 嘟嘟嘟嘟嘟嘟 还有各种颜色的哦 不贵 你说拿它们来洗脱袋 不不可以消呢 嗯 不然我们来试一下 咱们先来个红色的 春风 先来个水嘟嘟的绿色 春风 这也太有了吧 小青青黄色 嘟嘟嘟嘟嘟嘟 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牛油果来一颗 最后再来个红色的大鸡腿 突然变成了这种脏不垃圾的颜色 哎呀 好冷心啊 小兔兔 我同行你 下去吧 哇塞 洗着洗着 这块已经变成金色了 疯狂搅拌了 咦 最后变成抹布了 乖乖油色出来了 怎么办 这块鸡毛被妈妈打了 不是你踢 你也要这么玩的吗 啊 啊 啊 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